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疯狂的炮击 一天打出3400吨炮弹 直接把越军打出心理阴影 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中越两个国家之间 曾经一度关系较为亲密 尤其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开创者 胡志明跟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关系密切 但没想到 本该两个关系紧密的国家 因为继任者离损倒向苏联 而变得剑拔弩张 因为前者在苏联的支持下 不断在中越边境进行挑衅 没办法 中国被迫于79年2月份 展开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仅仅一个月后 中国军队速战速决 在狠狠教训了越南一顿后 就明金收兵了 很多人认为 这场对越战争就到此结束了 实际上 中越之间围绕着后续边境问题 一连打了将近十年 直到89年才算掩期息鼓 期间大大小小的战争不断 因此 我们今天说的84年炮战 归结于对越自卫反击战一部分 这个说法没有问题 为何着重强调84年呢 因为在这一年 中国从昆明军区调兵遣将 一举收复了被越南占领的老山 这阴山一带 也就是俗称的老山战役 老山战役的目标 就是为了解放被越南占据的国境线上 老山 这阴山两座山峰 为何这两座山峰如此重要 老山 这阴山全部位于云南省麻利坡县 以南中越边境交界处的一线旗线点上 越南占据这两座山 便可以对中国居高临下 反过来对越南亦是如此 所以 两座山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但自从中国79年从越南撤兵后 越南并不服气 先后又暗中侵占了老山 这阴山两个重要据点 并在此后 不断进行防御攻势的建设 越南这么做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想依据这两座山 对我国形成打击能力 因此 我国无论如何 也不能放弃这两座山 必须将其夺过来 这才有了84年中国高层决定 派出就近的昆明军区部队 奉命前往收复老山 折阴山 老山战役就此爆发了 84年春节刚过 担任老山主攻团的部队 就整合完毕 于凌晨时分 乘车离开了驻地昆明 前往老山主战场进行作词 部队到达麻利坡县的南温河一带 准备对老山这个目标发动攻击 但说实话 这项任务非常艰巨 因为老山已经被越军 占据经营了五年有余 除了大量坚固的军事防御阵地之外 为了确保老山牢牢掌控在越方手里 越南不仅派驻了精锐313师 而且配备了炮兵旅 施炮团 炮兵营 炮兵连 外加188门重型火炮 可以说 老山被越南经营的固罗金汤 解放军想要拿下这里 确实要面对一场恶战 但越是艰苦的环境 越能激发我军英勇作战的动力 在临近真正的战斗之前 我军已经为此次战斗做出了军事部署演练 但实际的战场环境 还是让参与主攻的部队苦不堪言 但不管条件在艰苦 在4月28日凌晨 随着刘昌友师长下达了命令 橘红色的信号弹升入天空 主攻部队全部按照预定的线路前进 1000解放军队上18000越军 712炮战 我军仅用一天就打出3400吨炮弹 炮火停息满山遍野 只剩湿海 那么到底因为什么 竟然会投出如此大的弹药量 为了避免我方人员的无辜伤亡 在总攻信号弹发出后 我方立马安排了18个炮兵营 400门85口径的火炮 对敌方阵营进行火力覆盖 距离最近的 还有数百门轻型火炮 在数百枚炮火的齐声发射中 刹那间 整个老山阵地地动山摇 仿佛大地都跟着颤抖起来 敌方的阵地 开始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 我方炮火整整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 越军的阵地遭受了空前的打击 之后 越军才开始想起来开始还击 但可惜的是 为时已晚 在炮火的掩护下 我军已经有多支部队 开始对老山阵地发起进攻 老山地是险要 很多地方都见有越方的据点 所以 我军的多支小谷部队 也是能战则战 不能战就绕过去 尽量不与敌军的重火力进行接火 目标就是要拿下老山主风 要知道 此前 越军已经在此经营了长达五年的时间 本来以为老山主风阵地 固若金汤 但没想到 不到五个小时的时间 就被我军给攻破 其中的失败滋味 恐怕只有越军能够体会到 对于这个结果 越南方面肯定是不甘心的 于是 越方开始谋划反攻 尤其是 当时的越方将领 是对于我们不陌生的武力将军 武力曾经在我国南京军事学院 进行过多年的学习 因而 他对我军的作战风格及思想 都有所了解 甚至对我军在此次对越作战中的将领 同样了解 在经过五个小时夺回老山阵地后 战斗结束的第三天 我军再接再厉 一举拿下了折音山 上面我们说到 谁占领了这两座山峰 谁就能居高临下 占据主动优势 形成对对方的压迫 这也是我方为何要不惜代价 拿下两座山峰的主要原因 为了重新夺回老山阵地 越南方面的武力 给反攻部队补充了上千发炮弹 因而收复老山主峰之后 我军指挥员就一直在防备着越南的反攻 对于这位老对手武力 大家也是比较了解 知道这位曾经在战场上战胜过 美国人的越南将领 一定不会就此罢休 事实也不出我方所料 武力先后召集属下 在越南境内的北光线 一连召开了三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 越南方面决定在6月1日 发动对老山和巴里河的反攻计划 但这次的攻击充其量是雷声大 余点小 根本没有对我方造成多大的压力 就轻易被我军给击破了 之后不死心的越南 在6月12日晚上 趁着我军不备 对我军的老山那拉地区的阵地 进行了偷袭 结果造成了 我军守卫那拉地区的一个连的士兵 几乎全军覆没 1984年712炮战 到底有多惨烈 仅仅一天就打出3400吨炮弹 而且也就因为这一战 直接让越南军队倒退10年 我军的军威也直接被打了出来 天亮之后 我军也是进行了报复 不仅成功夺回了阵地 而且让前来偷袭的越军 大概500多人全部葬送于此 但越南此刻也顾不上这么多了 先后对我松茅岭 那拉等地区进行了十来次的进攻 结果无一例外 军一无所获 全部被我军给打回去了 第一次对我军作战失败之后 越南并没有认输 反而是找来了苏联的顾问 试图对我军再次进行反攻 收回失去的据点 但这次 越南方面的如意算盘也打错了 因为我军通过有关的侦查 已经知道了越南调集大量重武器的事实 因而在越南发起进攻之前 也决心对越南方面进行主动打击 7月之后 我军已经预料到了越南的进攻 可能就会在几天内打下 11日晚上 越军方面停止了数日来 一直对我军阵地的炮轰 这一反常的举动让刘昌有意识到了情况可能不妙 事前 刘昌有师长还曾经就即将到来的战斗 询问过身边的人 答案是 越军很可能已经匍匐前进到我方阵地的前沿600米左右 果不其然 在700多门火炮的强烈逼迫下 越军扛不住露出了马脚 在这场炮战中 我方的美门大炮都准备了足足三枚撞针 只要有一根打弯了 就直接换上另一根继续 而且美门大炮的射程也是超过了以往训练的距离 打到最后是什么结果 炮战从12日凌晨左右 一直持续到了当日中午时分 仅仅在将近半天的时间内 国军就打光了3400吨的炮弹 放到一个连队身上 就足足发射了1983发 创下了炮战中的世界纪录 这一场 越方付出伤亡7000多人的代价 结果却是始终没有往前推进一步 所谓的收复两山阵地也变得遥不可及 自此后 越南再也没有组织起大规模的反攻 尽管中越边境依旧没有太平 但这些战争已经在这起炮战中显得微不足道 虽然对越自卫反击战在89年就已经结束 但老山战役却继续延续到了上世纪90年代 同样几乎长达10年的时间 应当说明的是 老山战役虽然以我方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但中国人民也不想永远地接受战争 我国历来也是爱好和平的一方 所以在战争彻底平息后 双方也是经过了友好谈判 最终老山 折阴山两座重要战略山峰 中越双方决定都不驻军 只是在主峰上建立了一座座分界碑 中越双方都可以上去巡逻 自此边界终于迎来了和平 几十年前的那场战场已经远去 很多当年的亲历者都还活在世上 虽然对越自卫反击战我方获得了胜利 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惨重的 这就提醒我们 战争永远都不是儿戏 任何的战争都会付出一定的代价 所以 尽量在能够谈判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的时候 就不要随便发动战争 因为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